15岁的老狗正想离开房间 却被两岁的柴犬堵进了角落 它尽可能降低存在感悄悄转身 可惜还是被咬了 飞柴先是对准脖子持续攻击 随后像摆弄玩具一样咬了屁股和耳朵 吓得小白狗一溜烟钻回厕所 只敢露出半个脑袋观察动向 直到确定敌人离开 才小心翼翼清理起了伤口 只见它耳朵被咬穿两个血洞 眼角也翻出来了一小块肉 据女主人说 马尔基斯是五年前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的 当时小家伙蜷缩在角落 身上皮肤病相当严重 毛发几乎掉光露出了下面的红肉 出于好意 他把狗狗送去医院又联系了救助中心 想着也许原主人就在附近 可两周后他打去电话 对方却说一直没有人来认领 如果下周还这样就要置信安乐死了 得知消息他立刻跟老公商量了一下 最终决定将狗狗接回家安心养老 但是很可惜 马尔基斯的快乐生活并没能持续太久 因为两年前男女主人又养了一条柴犬 而这只狗的到来 就是噩梦开始 起初黑柴几个月大的时候 还只是缠着马尔基斯要玩 并没有明目张胆欺负 可随着他体型越来越大 领地意识越来越强 外加上感受到了同伴的衰老之后 贪玩就一点点变成了折磨 即便有主人在场 他也经常动嘴动脚摆弄马尔基斯 通过肯要来展示自己的强大 每每看见小白狗缩在角落不敢反抗 都会让柴犬产生一种自己是王的错觉 从一年前 也就是黑柴成年开始愈发激烈 如果说以前柴犬是偶尔挑衅 那现在绝对是故意霸凌 他经常跟在马尔基斯屁股后边 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 要么突然出现在小白狗面前 吓得对方浑身发抖 若大一个家 愣是没有了马尔基斯可以躲藏的地方 最终他迫不得已搬进厕所 到现在已经住了整整一年 排除掉非必要情况 狗狗绝对不会踏出厕所半步 无论吃饭喝水还是排线 都在这三平方内自我解决 不过神奇的是 自打马尔基斯搬去厕所之后 黑柴竟然真的没在里面攻击过他 就算冷不丁进去晃悠一圈 最多也就是咆哮警告吓唬吓唬 虽然依旧让人不爽 但和矮咬相比已经好了很多 因为马尔基斯都15岁了 运动需求肯定没有两岁的柴犬大 但女主人为了帮小狗缓解压力 还是每天带他下楼溜达一圈 算是呼吸下新鲜空气 可狗狗上了年纪眼神不好 因为皮肤病导致的掉毛 也让他特别怕冷 所以溜达不了多久就得回家 而每次进门后这段时间 都是最让马尔基斯恐惧的 黑柴像是早有预料一样 故意堵在大门口迎接他进屋 随后像审讯似的 开始确认白狗的气味 等对方进屋更是寸步不离 紧挨着监视马尔基斯的动作 过程中甚至故意踩住对方的牵引绳 看着小白狗害怕 却又不敢挣脱的模样 柴犬的心情美妙极了 面对这种情况 男主人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黑柴抱回房间 限制住活动范围 才能将客厅让给老婆和马尔基斯 这样两条狗的确打不起来 但却并不能阻止柴犬恶毒的目光 因为卧室装了安全围栏没法关门 所以小白狗一动到哪 黑柴的视线就跟着锁定到哪 等女主人带狗运动完一圈 将它送回厕所休息的时候 一个黑色身影悄悄探出了头 值得庆幸的是柴犬最终没有攻击 只在门口徘徊一圈就扭头走了 恐怖的是它并没有离开 而是藏在了更加隐蔽的角落 一直盯到马尔基斯清醒才上前威慑 接着耍无赖式地往门口一趴 就这么熬了整整一宿 虽然不知道两条狗的关系 到底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这样 但主人感觉要是继续下去 马尔基斯大概率是活不长了 就算没被黑柴咬死 也绝对会被折磨成精神衰弱 所以他们才得节目组想深切 希望能得到江讯犬师的帮助 为了解决两位主人的困扰 江讯隔天一早就赶了过来 但他没想到黑柴虽然欺负同类 但在人类面前却非常友好 从听见门铃声到看见陌生人完全没叫 表现得既有分寸又有礼貌 不过当三人在客厅坐下 开始观看节目组预录的视频时 第一个画面就让他瞪大了眼睛 他看了看电视又看了看狗 第一眼本来还好 第二眼却发现柴犬坐在了女主人脚上 这明显故意的举动让训犬师感觉到了不对 他继续往下播放视频 看到了对方盯着马尔基斯的怨毒眼神 听到了被主人关进房间时哼哼唧唧的撒娇 这下终于琢磨出头绪了 他说马尔基斯今年15岁 也就是被收养回来已经10岁了 相当于人类60多的老头 他本身年纪就大 还经历过不知道流浪还是遗弃的生活 心智跟性格肯定都和家养小狗不一样 可就是这种年龄差体力差极大的情况下 女主人养的还是柴犬 要额外加上一条体型差 也许最开始黑柴还小 就算缠着马尔基斯玩 他也能拒绝 但方法相对温和 要么不搭理要么避开 这是马尔基斯作为老犬学会的礼仪 可是在黑柴眼里躲避就意味着退让 意味着胆小 所以他越是成长 越能感觉到自己的强大 马尔基斯没有精力对付他 让他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 同样主人也没能及时教育 让柴犬知道该如何跟同类相处 成为一只懂礼貌的小狗 而这种畸形关系培养出来的 必定是一方嚣张跋扈 另外一方成为情感宣泄的垃圾桶 所以怕怪人与别人家亭 тр�时 有点 atra 然后他们说 直接吃饭的 一方性能吃吃到 那么一方性能吃、干净 那些东西吃饭的 我懂得爱时 那些东西很秘买 在感情中的自负化 所以保护者的人 跟保护者的爱情 和 Ad线大比较 许质疾而 恐懈的疾量 肯定这样 大まに 冲金老犬 选择 一人之邀 这和一人之秋 才能表面一样 特别的 随后训犬师开始制定黑柴的教育计划 他首先给对方的窝换了个位置 从楼梯下方改到按摩椅旁边 这样能最大限度遮挡看向外面的视线 他告诉两位主人 当一条狗出现占有欲 首先会试图支配的就是空间 所以在情况进一步恶化前 他需要黑柴指导 在这个家只有狗包是属于他的 除此之外一切东西都要听从主人支配 训犬师首先往包里丢了块零食 但柴犬只有脑袋探进去了似乎有点抗拒 一旦吃完立刻走开不想离得太近 但训犬师并没有着急 而是等待两秒往里边扔了第二款 接着是第三款 随着数量增多 柴犬对狗包的印象也一点点变好 当他可以做到整条狗钻进去 并且把脸冲向门外的时候 立刻更改训练策略 从头位零食引诱他进去 倒把零食扔进包里但不让他进去 这样既能加深狗包对柴犬的吸引力 也能促使对方进一步思考 为什么这次吃不到零食了 主人是不是希望自己做点什么 就在这时 江迅突然发现柴犬往门口跑去 正对着马尔基斯躲藏的厕所 于是他大步上前拦在楼梯口 没想小狗犹豫几秒竟然趴了下去 可这次训犬师并没有头位零食 因为刚才对方的目标是马尔基斯 如果给予奖励很容易混淆概念 最好的方法就是 每当黑柴过分关注同类 主人直接拦在中间 切断视线表达拒绝就好 接下来他让男主人亲身上阵试验一下 当柴犬趴在客厅时 对方走去厕所门口半蹲下来 向躲在里面的马尔基斯传递安定信号 但余光要时刻关注黑柴的反应 只要客厅这边一动 立马起身挡住去路 等柴犬趴回地面 男主人就后撤到厕所门口继续蹲下 这回狗狗没有立刻动作 反倒犹豫两秒才起身 可惜依旧被挡了回来 这时训犬师让女主人加入训练 网狗包里扔一块零食 而在地位和美食之间柴犬一秒都没犹豫 因为黑柴迟迟没有动作 训犬师也跟着站到了沙发那侧 这样即便小狗想出来 也要先越过女主人再突破训犬师 最后到达男主人的最终防守跟前 不过好在他们等了五分钟狗也没动 似乎是被三人的架势给整蒙了 看到这训犬师摆摆手 让男主人去厕所把马尔基斯抱出来 双方更换位置改成女主人控制柴犬 但这回小狗表现得非常优秀 接下来在将训指挥下 双方顺利完成了一次平行交换 女主人和柴犬来到狗包跟前 男主人抱着马尔基斯坐在对面 即便两条狗能看到对方 但黑柴的关注点还是集中在女主身上 于是他加强刺激 让丈夫抱着狗去到妻子身边 没想到柴犬依旧忍耐得很好 甚至于两分钟后女主人起身离开 黑柴没有任何犹豫就跟了上去 看样子已经完全不在乎马尔基斯了 大概一周左右 工作人员再次上门进行了回访 但现在的家庭布局已经完全不同了 按照江训犬师要求 厕所恢复原状不住任何狗 让马尔基斯生活在装了安全栏的房间 但由于无法关门所以要用板子遮挡视线 而短短一周时间 马尔基斯看起来就活泼很多 他可以到处乱逛 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摇晃尾巴 至于柴犬已经在主人的训练下 可以做到顺利回窝趴好等待了 在家活动时也全身心放在主人身上 完全不会关注被遮挡的房间 偶尔女主人还会让两小只碰个面 柴犬看起来也没有过激反应 虽然她们注定无法成为朋友 但能像现在这样彼此安好互不打扰 已经让两位主人非常满足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因为是很早期的节目 那个时候的江迅大概不会想到 自己后面会处理比这只黑柴更加恶劣 更加需要教育的柴犬 虽然看开始的画面超级残暴 但没想后面训练时狗狗还蛮听话 能看出来基因应该不错 不是那种天性敏感善度的狗 只要主人掌握对方法 稍微教育下就能迅速产生变化 只可惜了求助节目组前一年的时间 马尔基斯算是遭了大罪 本来身上毛就不多 被柴犬牙齿稍微刮一下都要出血 更别提按在地上撕药 好在江迅的方法一懂又容易学 希望这位老爷爷能历经半生坎坷 安静地度过晚年吧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